中国学生学者总联谊会会的 胡立明教授 这欢迎大家欢迎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代表亚特兰的 中国学生学者总联谊会 亚特兰的中华生命科技协会 愿意欢迎 车贴开大师结一行 感谢 休斯登总领馆 西总领事 张富总领事 且各位领事 来参加欢迎晚宴 祖国强大 我们留学生学者华人华侨 在国外才能够洋临吐气 祖国的关怀 永远温暖了我们的心 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 我们一个特兰大的 中国学生学者 从1990年起 在艾莫尼大学 浇吉泰 刘吉安 吉安西游登大学 相继成立联谊会 在此基础上 在2003年 成立了亚特兰的 中国学生学者总联谊会 我们中国生命科学学会 在1993年 在1993年 九一成年 由不适合专家 教授 研究院等 学者总成 我们联谊会的主席 经过一到两年的 运气以后 得到了专业 有了经验 然后 留在一个哈萊的 继续做新一届联谊会的 传帮带工作 并且 带来中华生命科学学会的提示 诸遮了我们强大 精感 由赤真之心的 温宁的领导 这是一丝 招此之来 来自能战 战智能成的 强大 精感 由赤真之心的 领导队 这20年来 我们每年西班国清 中秋和春节文艺晚会 西班国中 球赛 舞会 讲中的活动 我们讲联谊会 搬成光大中国 学生学者的温暖之家 在奥运 中美结交30周年 新爱之明100周年 等等大的活动中 光大学生学者 都提到了 泄风和桥梁之中 我们期盼了 中国的光辉50年 中国一成60周年 新北京新奥运 美丽的中国 中美结交30周年 新的展览等等 大型展览会 先传中国文化 先传美丽中国 让世界人民 尽一步了解中国 热爱中国 我们每年 先入民国 现场半冬 为西奥 中外护照 以兴奋 与兴奋的华侨 学生学者 经用了大量的 直接 经验和金钱 为民 拜好事 为民 拜识 我们 广造中国 女学生 发文学者 文字国 培养人才 广告 女学生学者 学成回伙 参加 切人 提款 长江提款 黑度教授 他并教授 他做野球等等的工作 为祝福的白能 促杀 中学我们的质量 今后 我们将一路希望 继续宣传中国文化 增强中美交流 还建国家人民 促进科学发展 为世界的精武 合理和学 中学我们的力量 为实现 中国世界目的动作 谢谢大家